两千块钱也不少 那三十多 大哥的意思是还是希望大姐能下来 俩人就是半年半年 对 对 那就像大哥说 你现在俩人要是在俩人经济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 包括你俩现在经济状况在一块条件也都还不错了 俩人 就是咱说俩人钱放一块的话 我不跟他放一块 他要干啥我就花了 大爷大妈来乡亲虽然对大妈的感觉不错 但是大妈的工作却让他左右为难 为了抱得美人归 大爷更是步步妥协 田大爷今年七十岁 退休金每月五千一百元有房 你还没进屋来来来 这是我自己在这屋住 这屋的尾声啊 是什么 全是我负责 你就挪挪着 我这好几天都没差了 一点灰都没有 我就是干着的 哎呀妈真是的 我干的非常非常细 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吧 就是在那里头 你看那空中里头埋的 我必须我得搁那什么 就差了 就是几脚干啥 对了几脚干啥 还有这块 这块全都必须全差 还有这净化 那怎么办 必须 买可不是咋的呀 这一两次都没有 什么事啊 那咋这么爱干净呢大哥 洁癖 说到洁癖 站旁边的弟弟乐乐 虽然有洁癖 但也不是毛病 哥哥不解 干净 自理能力强 而且还心灵又手巧 我姐妹的力强都还不搭 手一活还不搭 木权活不搭 铁活木权活都行 这就是我自己做的 啥是你自己做的 这个力强就是 这个力强 这是你自己做的 我给我妈打的 这多少年的力强 这个真是 这个有年头了 这啥时候做的呀 我给我妈 我看看 我想 我想 85年 85年 你是从小就喜欢做这些东西 还是怎么 不是 我不是知青年下乡了 下乡 在能村 给你打皮吧 那个能村有木医生吧 我这个跟队长 说你要好奇这个 你就帮他 那个 帮下手 先学的是打窗户打门 只是我们这啥人嘛 买不起家具 结婚 你必须得 你要没有 你就别结 你就结婚 你没有 你那女朋友印了也行 就是 心灵手巧就想悟这个 在那的艰苦奋斗的年代 家里能有套像样的家具 那是非常奢侈的 为了能娶上媳妇 大爷十几岁就学起了木医生火 大爷不仅心灵手巧 而且非常的有事业心 严谨认真 尽职尽责 是大一贯的工作作风 我开大课 不管东向 我没晚过点 第一站定的是7点钟 你要给你晚了 下一站晚不晚 在下一站晚不晚 都得晚了 我一看下雪 我提前 10分钟或者20分钟 我就到第一站了 你那孩子妈妈没来 我就在旁边 在那等着 你第一站给你晚了 你个子站不多晚点 我设计心非常强 不用领导操心 这个点 这个车 维护车 我的车保养车 自己平时总保养 没事发动机一样 我擦得干干净 包括我现在这个车 一会儿你给你打给你看 发动机正亮了 开了10年的车 大爷保养的还跟新的一样 对车都这么有感情 对去世的妻子 大爷更是一往情深 说起去世的老伴 大爷填上心头 他是我的初恋 一个季头的 你俩都是在那个知识青年 对 知识青年 那一年就相当能干了 那是女的 基督后女的她是第一 在基督后 她在那屋 女生的男生的这屋 天天在地里干活 这个那 她啥呀 都知道 她干活啥呀 做饭啥呀 那个了解也单纯 人俩只是初恋了 美女手 嗯 26岁那年 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 彼此珍惜 走过了三十三载 本以为就这样相复到老 那和天不遂人怨 在老伴50岁那年查出来乳腺癌 诊断一出 大爷如同晴天霹雳 为了给老伴治病 大爷四处求医 只为挽留老伴的生命 这么多的努力 老伴的生命还是停止了跳动 田大爷跟老伴 从青色一起走向成熟 又一起步入老年 这三十多年 有太多两人共同的回忆 如今大爷已经一个人 走过了十个年头 每每提到老伴 大爷就是一个字 行 先给我爸买的目的 又给他买的目的 老伴去世后 为了缓解对老伴的思念 和排解内心的孤独的 大爷这十年间开始四处游山玩水 可每次回家迎接自己的永远 是家里的四面冰冷的墙 那种孤独感让大爷无法承受 于是大爷决定找个老伴 找个陪伴 找一个65岁以下 50 59都行 对演员 对眼儿 就会做饭 最好是喜欢旅游 根据要求 红娘安排了今年61岁 退休金2000元 有房的张大妈跟大爷见面 你好 你好你好 我姓田 你好 我买了点小水果 请进 大哥出头一次来给你买点小水果 买点小水果 挺讲的 挺讲的 你好 我姓田 田振帝 我叫张美英 美呀 明儿买人吧 明儿买人 明儿 明儿 挺好的 留演员 还行 不是这么老丑的 还可以 不像骑士 还行 基本状态都挺好 这人丑的性格还是挺开朗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不错 尤其是大爷的一顿猛花 直接把大妈美上天了 接下来了解到大家的经济情况后 大妈更乐开了花 我 退休工资是5128 你退休工资呢 我们去最低保的是2000多台 那也可以 大姐是这样的 大姐挺有正事的 所以她现在在机关食堂 上班 买太好了 咱们俩讲的要是牵手 那你就不能做饭了 不做饭了 不行 不做饭不行 那不做饭呢 你去讲吧 大姐咱也这个活 咱也不能一直干 是不是 要找着伴了 咱也得跟老伴在一起 那也得干 不行 这班要得上 听到大妈对继续上班的态度如此坚决 大爷的心一下子量到了半姐 你上班 谁给我做饭啊 反正现在身体状况还行 我看这三年五载都没啥问题 三年五载 大爷大哥是这样的 大姐这个班不是说你想的那种 就是从早上到晚 她就早上去 然后中午就回来了 然后大姐因为不是在这个单位吗 她周来周日解家日查都有 不影响平时的生活 我们先得家全学习 一周也是两天 那挺好 一上午班 我早上上我自己能整 中午饭我整不了 中午饭 中午这顿饭也做 对呀 中午你做饭 那你得提点能回来 你得三点呢 不 我们十二点半 十二晚上一点 我知道家才一点半 中午饭我必须是十一点半 十二点吃饭 你有规律 我有规律 中午饭咱得十二点多不就回事啊 十二到家也得一点半 那传言诺那儿到时坐车到家也得一点半 冬天 想饭呗 找个老伴还要上班 谁给做饭啊 这好说啊 我就是做饭的 中午给你整点包子不就得了吗 我还愿意吃饺子吃包子 专门愿意吃包子和饺子 你看 这不更好整吗 好整啊 看来大爷也是二分钱的孙悟空见好一个 遇见喜欢的人 就算一年365天全给吃包子都不太挑食的 虽然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的 可谁陪我去旅游啊 于是大爷又开始玩起了迂回战术 你那两千块钱的退休机也不少了 钱这玩意多少算是多啊 两千块钱也不少呢 少是多啊 大哥的意思是还是希望大姐能下来 俩人就是半年半年的 对 那就像大哥说 你现在俩人要是 在俩人经济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 是不是 包括你俩现在经济状况 在一块条件也都还不错了俩人 就花了 那你看这边还不用你管 是不是 那你看两千块钱就是 你自己愿意咋处置 对 大哥这个意思 那是啥钱 哈哈哈哈哈哈 太小钱了 丑丑 钱不过花是毛病 不差钱也照样不如意 一个只想享受生活 一个还要追求事业 虽然你有钱 但我要活的有价值 对于大妈的坚持 大的到底是咋想的呢 那你他上班这个事 你现在是不是能接受的 上班这个事能接受 过日子 过日子 还是过日子 他好像应该 人家也不差钱 一个是上班一直锻炼身体 上班早晨五点钟走 那不是一刻锻炼身体一样吗 看来这回大爷是彻底沦陷了 得知大爷为了跟自己在一起 做出的妥协大妈非常感动 于是主动提出邀请大家一起吃个饭 晚上我请你喝 请你两个吃饭 不是不是 那咱一起吃 我弟弟那条还有事 晚点到晚 我今天得上晚 上我弟弟那条 几个意思啊 不是对大妈挺有好感的吗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就不知道把握呢 你着急走呢 着急走 为啥呀 因为我弟弟那条吃饭 来相亲呢 你不把大够时间留到这边来 你那边还要来吃 哎呀 哎呀 大姐都张罗了 一会咱一会吃个饭 那咱就去吃个饭吧 你别伤人 你别洗人的 头子也没得给留人 哪怕叫你弟弟一块呢 我能让人家拿钱吃饭吗 我多少没有钱 我多少没有钱 哎呀妈她这太可爱了 要她先这个 没带钱 没带钱 这几块钱 没事我这有 没事有钱有钱 大哥太可爱了 没事你钱不够我这有 那也行 哎妈这都啥年代了 谁还用现金啊 为了不让大妈误会 大爷赶紧对大妈表明心意 不是没相中你 那是真没带钱 那个 一会你在这附近找个小饭店 大饭店也行 别是小的 不要我买单 没事我买 我买 不用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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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看我这人怎么样 我还行 没啥意见 咱就是接手咱互相 在一起互相了解了解 对对 两人相亲成功 一起来到饭店 而且还得到了弟弟的祝福 喝 我不喝了 五年八百八百 咱那一口啊 这个妹妹啊 这就妹妹啊 祝愿你们俩 有限你自己来看会儿 好 谢谢 今天晚年的伴侣 共同各好晚年的社会 田大哥的弟弟提完这杯酒后 就下楼把单给买了 而且相亲成功第二天 大爷就带着鲜花和礼物去接大妈下班了 两人相处的非常和谐 而且都找到了春天般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